我是DDG的執行總監 我是Chris 很多人都會說 你的名字怎麼不是CH開頭 我就會說 因為做品牌就是要有差異化 所以要特別改一個拼法 讓大家比較有印象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DDG的名字 剛好也是三個英文字 所以特別被派的這個 非常有挑戰性的一個主題 分給我們來講 就是ESG 大家在這幾年應該常常聽到這個議題 很多顧問公司在講 數位轉型公司也在講 然後一些ESG的專門的顧問公司也在講 最誇張的是我在網路搜尋相關的一些議題的時候 我還看到網頁設計公司也在講這樣的議題 那到底ESG它跟品牌的關係是什麼 那我覺得今天前面聽了很多策略跟定位 其實每一個顧問公司跟每一個企業 都有很清楚的方法跟流程 在做這個品牌的梳理 那我想在這個地方 因為ESG這個議題是一個蠻新的議題 我們先退一步來看一下 整個社會跟環境的一個改變 經濟的改變 到底ESG這個議題是怎麼出來的 這句話現場有沒有人是不認同的 可以幫我舉手一下 沒有人不認同 大家都認同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松下星之助的企業管理之神 他的出生跟離開的時間年份 他其實剛好經歷了兩個非常重要的事件 第一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個是第二次工業革命 在這兩個事件發生之後 其實對整個經濟產生了什麼影響 就是在戰後經濟的復甦 中產階級的崛起 整個消費的文化跟消費的環境 大家想要的是大量的製造 大量的生產 想要壓低價格做最大批量的生產 然後販售給最多的人 中產階級的崛起也讓大家去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有最大的房子 更好的車子 要買越來越多的東西 讓自己的生活可以過得更好 這樣子的一個消費的文化 其實一直影響了整個廣告傳播業 整個影響了大家的一個經濟文化的發展 其實到今天這樣子的一個文化 都還是在我們的社會當中 但是其實這幾年 如果你有注意的話 有一個新的文化 新的價值觀正在崛起 整個世界在經歷一個改變的過程 什麼樣的改變呢 就是斷捨離 減法的生活 我本來想說 這應該就是一個趨勢 可能會有一些人在談 沒想到我上博客來一找書 想說找個兩本放著就好 一找不得了 就是十幾本 接二連三的一直被推薦出來 就原來有這麼多人 國內外 日本 歐洲 台灣 都在寫這樣的書籍 鼓吹這樣的一個思考跟文化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思維 跟整個環境 在想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這樣的一個觀念 也不是一個很新的觀念 在2003年的時候 美國有一個作家 就是Anna這樣的一個作家 他就提出了一個消費投票的觀念 那它的內涵其實就是說 你花的每一次錢 你決定的每一個消費的決策 都在為你想要的這個未來的世界做投票 那就告訴大家 如果你今天所有的消費者 想要的只是最便宜的商品 只是想要最高CP值的商品 你就等於告訴企業 他們應該想辦法去減少他們的成本支出 提高他們的獲利 想辦法產出便宜大量快速的商品 來供應給你們 那背後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為了要降低成本 我必須壓榨我的員工 我必須把我的生產 移到更廉價的地方去做生產 那這樣子的觀念 其實很早就被提出來了 它其實也影響了一些人 像前幾年發生的黑心油事件 其實就是消費投票 一個很好的證明跟反應 到今天還是會有些人決定 我要抵制某某品牌的一些商品 或是毒澱粉的事件 也會讓很多品牌陷入一個危機 所以這樣的觀念 跟這樣的一個消費的行為模式的改變 它不是書上的一個論點 它也不是一個倡議而已 它其實實際正在這個世界上面發生 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些過去很知名的品牌 這幾年也因為一些價值觀的改變 而失去了它原本的光環 例如說像Victoria's Secret 十幾年大家應該會覺得 哇我女生的內衣首選 就是維多利亞的秘密 然後它每一年的這個Fashion Show 就是電視新聞一定大勢的報導 比Steve Jobs要發表新的這個 iPhone的產品 還要多人在觀看跟關注 但你有發現它這幾年的聲量不見了 就是大家沒有在討論這個品牌 為什麼 因為它的價值觀在強調這種單一審美的 就是你一定要很好的體態 然後一定要精法的這樣的一個價值觀 其實跟現在世界大家的普世價值 已經不一樣了 除了在審美上面的價值觀的改變 其實你會發現在環保的議題上面 或者是人權的議題上面 新世代的消費者 新的年輕人也更願意站出來 因為種族 因為膚色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大家會為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也迫使品牌的經營者 不得不重視相關的議題 對他們商業經營上面的影響力 舉一個例子來說 Nike 新疆棉的事件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那Nike 在新疆棉事件上面 第一時間就做出了一個表態 就是他反對這件事情 他不惜得罪大量的很大的一個中國市場的消費者 他也要堅定的去表態這件事情 因為他背後還有一個全球的消費者 在看待他怎麼對這件事情做出反應 這是一個對普世價值的展現 這樣的一個普世價值呢 它其實在2015年被聯合國定義成這幾件事情 就是大家熟知的SDGs 有17個Global的目標 要做到這幾個目標 但是這17個目標它就是目標而已 它對企業的經營來說 它其實沒有約束力 那它也不會實際逼迫每一間公司 必須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去達成這樣的目標 所以公司想參加就參加 你不想參加就不想參加 它比較偏向一個形象面 跟概念上面的一個表述 所以後來才產生了今天的重點ESG 就是environment Social跟governance 那它代表的是 從市場 社會 政府 到投資人跟消費者 其實對於企業的要求 不是只有在做生意獲利賺錢這件事情 你必須對環境 對社會 對你的同仁 對公平正義付出相對的投入 跟有你的價值觀的一個展現 好 那我相信前面聽到這個SDGS 然後又聽到ESG 一定有很多人在問說 到底ESG要做什麼 我覺得ESG要做什麼 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量化的工程 如果你有上市櫃公司的話 你一定要去了解這件事情 因為它跟你的股價有關係 那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來跟大家做對比 大家過去上市櫃公司會講CSR 就是企業社會責任 它比較像是一個道德概念 它是直化的 就是我做了以後我的形象很好 我做社會的回饋 那它好像是我經營之外 我拿一些利潤 拿一些英語出來做這件事情 它說不定還可以節稅 那ESG不一樣 它完全是不一樣的概念 它是一個量化的平常指標 所以它很多事情必須要有數據 而且它的整個倡議的核心 是在於永續生存這件事情 企業的永續生存 品牌的永續經營 也包含環境跟社會的永續 所以ESG它必須是有數據 它也等於了品牌的經營 企業的經營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在看待這件事情上面 它就必須跟CSR是非常不一樣的 一個觀念的改變 前面有那句話就是 企業家最大的責任是獲利 沒有獲利就是犯罪 那個是1990年代 二戰時期提出來的一個觀點 近代有另外一位企業經營的顧問 他也提出了另外一個觀點 我覺得更符合ESG的理念 可以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Jim Collins 他說利潤之於企業就像氧氣 食物跟對人的關係是一樣的 沒有他們生命無法存在 但他們並不代表活著的目的 用白話文就說 你不吃飯會死 但你活著不是為了吃飯而已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就幫ESG跟品牌 指引了一個非常明確的方向 就是我們今天到底 這個企業品牌經營的目的 存在的目的 除了賺錢 除了獲利之外 還有什麼意義 我會這樣子說 就是我們在想ESG這件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在我們的品牌 策略的階段 可以去找出一個真實 而且存在於這個公司內部 有意義的核心目的 英文叫做co-purpose 它必須跟ESG的指標有關 它也必須對我們的財務企業的發展 是有意義的 同時它也可以幫助我們的品牌 在市場上面做出差異化 稍後我用一個例子 來舉例給大家看 那再用白話文翻譯這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想一下 我的員工認為自己 在這場這個工作上面 他的意義跟影響力是什麼 除了賺錢拿回去養老婆 小孩之外 我在這份工作上面還有什麼意義 好 做一個比較可以讓大家想一下 如果今天一間公司說它的核心目的就是獲利 我要賺起最大的利潤 那它會怎麼去管理它的供應鏈 我要想辦法降低成本壓低價格 它會怎麼看待它的行銷 行銷是一個很浪費錢的投資 我盡量不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以ESG思維去產出的核心目的 你可能就會想說 我要怎麼樣挑選供應鏈是符合我的ESG目的的 我要怎麼樣在行銷上面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在賺錢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理念 是想要幫助這個環境或者是社會的 那我在產品的開發上面可以怎麼重新思考 設計我的流程 讓大家可以更理解 我在產品上面創新的一個方向 好 Pentagonia是一個例子 它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它在產品開發上面 從溯源到整個企業經營的核心 都是希望去改善這個環境來經營 所以它可以在廣告上面說 你不要買這個jacket 因為你可以reuse, repair, recycle, reduce Nike就是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例子 它的核心目的指的是說 它希望帶出靈感啟發跟創新 給世界上所有的運動員 而且只要你有身體 你就是一個運動員 它表示每一個人生來是平等的 所以它的ESG的發聲 它可以挑選人權的議題做發聲 在Black Lives Matter上面 它去做了一個發聲 For once, don't do it 這邊舉一個DDG過去協助的公司 奇美實驗 就是許門榮先生創辦的奇美實驗 奇美實驗在做的 ABS相關的化學材料的研發跟製造 那也很多國際一線的品牌的塑膠產品 使用奇美的產品 它當初又提出了這樣的一個理念 那也造成現在大家會在講 幸福企業這個名詞的由來 那我們在合作的時候 其實奇美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幸福企業這樣的一個名詞跟認知 已經被媒體和這個社會曲解了 大家都在講說三姐獎金啊 錢多是找離家進啊 福利有多好才是幸福企業 但原本許榮榮先生 他想要講的幸福企業 是因為我的公司的努力 跟我的經營上面的用心 去創造我的員工 跟整體社會的一個幸福 同時奇美實驗 有它的商業上面發展的目的 它希望它的原料 是可以往國際化的市場發展 它希望它在永續上面 水資源回收太陽能的投資 可以讓它的客戶看見 所以我們重新幫奇美實驗 抓住它的一個核心目的 透過降低環境影響的材料創新 創造永續幸福的世界 這件事情它可以深刻地去影響到 在奇美工作的每一個同仁 怎麼看待自己工作的一個角度 你今天來做這份工作 你在做的研發 你在做的創新 甚至你在做的業務上面的推廣 其實都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你要在背後去drive你在做的事情 那它也可以在品牌的傳播上面 去被轉化 成為一個可以從內部到外部 去改變一個品牌 生意上面的經營的一個品牌的載照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核心目的出發 我們重新為奇美設定了一個新的slogan 叫做A Step Up 它也是整個rebranding的主軸 那A Step Up它代表的是 內部的同仁怎麼看待自己工作 必須更上一層樓這件事情 它也在跟國際的客戶說 你選擇奇美的合作 是代表你對於產品的要求 有更高的標準 更嚴格的要求 那再轉換到它的視覺溝通上面 視覺溝通上面 你可以看到 在整個公司的定位上面 用Performance Material Company來定義它 它不是一個化學材料公司 我們是高性能的材料公司 視覺上面 也把它的這些塑膠粒 轉換成一個比較活潑的圖像 讓它是國際化很鮮明的 可以讓大家感受它的個性 跟它所做的產品之間的關聯性 所以整個形象的改變 讓奇美這家企業 從一個比較傳統的台灣公司 變成一個有國際化的形象的一個公司 除此之外 在溝通上面 因為有一個很明確的主軸 所以我們可以從它的很多實際合作案例上面去講 它如何協助客戶在產品上面去做提升 去創造這個永續的幸福這件事情 包含食品安全規格的塑膠產品 或者是在透性透明度上面 特別好的一些橡膠或塑膠壓克力的產品 那都可以透過一些story content的方式去做表現 甚至它在能源水資源的回收上面 去做的一些投入跟投資 也可以用一些故事的方式 把它做成一個互動性的網站 在疫情的期間不能出國參展 但是用一個互動性的網站 來跟全世界的潛在的顧客跟夥伴 做story telling 做交流 好 永續這件事情或ESG這件事情 它絕對不是口號 它必須化為行動 所以奇美除了在水資源太陽能的這些投入上面 它實際也在產品的研發上面 去投入了如何去降低環境的影響這件事情的產品研發 所以在我們的合作不久後的兩三年 他們的研發也成功研發出這個 可以循環再利用的塑膠化學原料 那我們也合作推出了這樣的一個展覽的主軸 叫做Ecolog 協助他們在德國的K展 可以跟全世界的顧客 去做溝通跟傳播的訴求 好 你可以從奇美的例子看到 其實ESG跟Branding這件事情 就是要從核心目的去做出發 有一個可以兼顧社會意識 ESG思維的核心目的 去驅動這個品牌在商業上面的發展 那轉換成品牌上面的一些溝通 去從內部組織文化的改變 推動到產品的發展 推動到他們會主動願意想要 往國際化的展覽去做參展 那真的讓這樣的改變可以落實 所以最後三個take away給大家 就是在我們想ESG跟Branding的時候 第一個是ESG它不是一個公關 或者是形象的問題 它是一家企業永續經營的問題 如果你沒有投入在做這件事情 想用Branding講這件事情 是講不出東西來的 第二個是溝通 就是如果我們有在做的話 誠實透明持續的溝通 跟我們不同面向的厲害關係人 做溝通分享資訊 才能確保在任何公關危機出現的時候 我們也有建立足夠的credit 讓大家相信我們在做的這些事情 是值得信任的 最後一個就是行動 其實品牌它是一個動詞 那ESG它也是要透過行動去產生數據 你沒有行動就不會有數據 品牌也幫不上什麼忙 所以在品牌跟ESG的議題上面 最後這三個take away送給大家 就是真實溝通還有實際的行動 謝謝大家